这是我玩MC十年以来接触的最干的模组 完美世界洞天井 十洞天即将开辟成功 前面的九个花了我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干得我真的一哭无泪呀 刚才去了趟宗门买了个锻造台 在这里可以制作武器和装备 随着境界的提升 咱们的装备不得提一提吗 目前能制作的最高品材是洞天井 不像之前的豆魄 材料充足 斗者都可以打造至尊装备 衣服管事也大致浏览了一下 其中魏武青红系列 看着颜值不错 就打造这一套吧 OK 看着怎么样 嗯 把头去掉看着应该会舒服一些 在虚神界历练了这么久 背包里也是装了一大堆宝谷 新阶段宝谷只能解锁技能和增加熟练度 干脆全用了吧 全部使用完毕 咱们直接挑战一下今天的实劲实练 哦 今天的是试仙石 没猜错应该就是援助的打神石吧 百发百中一砸一个准 还要是个武器就好了 我的无限钻石都可以卸掉咯 不多扯了 让我见识一下 太古师兄 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 看我的宝树一股脑全砸过去 诶 没伤害 啥情况啊 波菲这楼表防御太高了 还得看我的小钻石啊 虽然伤害不高 但能挂到你怀疑人生 他有没有怀疑不知道 反正我怀疑了 这小玩意伤害不高 技能轻软进人呢 一直往我脸上丢土块 就玩了买这玩意儿 嫌弃 唉 完事儿了 完事儿了 哇 这是一次性给15块宝股吗 我要中间那两个 是我输出不够啊 咋的 怎么哪次都给这破装味啊 又找到个鸡团啊 看看这个是 到现在实际失恋的逻辑我都没搞清 这东西是每天刷新 然后所有鸡团都一样吗 搞得我满脑子小问号啊 嗯 看来确实如此 三个鸡团全是一样的 哎呀呀 兄弟们 石洞天终于开启了 现在是急净状态 终于可以突破了 下一境界 化灵镜 每个境界突破都不一样 也不知道化灵该怎么 哎 怎么没变化嘞 突破 突破 呃 卡八个了 重进了一下啊 兄弟们 哎呀 终于突破成功了 运灵镜也就是化灵镜 是否消耗3000经验成零 必须的呀 然后吸收天才地宝增加灵体纯净度 这东西啊 背包里多的是 我就随便拿出来一些 你看我去员吗 平时都不收集 都是打架自己奔过身上的 这咋还不让吸收了呢 莫非等级不高 这都小事儿 咱们去商会 没点东西就能突破了 一堆用不上的宝库 全卖来换点园子 然后买一些圣人竹 这东西 物美价廉 一个就可以增加21.4的经验值 用不完还可以净化灵体 一举两得了 说一说 哎 我经验咋还没了呢 算了 不在意那些细节了 直接继续净化 OK 灵体沉净度100% 接下来把境界干到极净就行了 没记错换灵镜就可以装被动了 恢复3%的法力值 这个可以啊 增加5%攻击力 概率不消耗法力 但下次伤害减半 还凑合吧 最后装个加移速 嗯 暂时这样 主要我也没得选了